谁在掌管 作者 宾克 第一章 谁在掌管 我问你一个问题 谁在掌管世上发生的每件事情呢 是上帝还是撒旦呢 许多人以为上帝是天上的一种君王 他们不认为他创造世界 更不认为他掌管世上的万事 又有些人以为世界像一部机器 按照自然律在运行着 又有人说 人可以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去决定所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但是容我再把这个问题问一遍 谁在掌管世上发生的每件事情呢 是上帝还是撒旦 我们看见世上所发生的事情 便很容易认为是撒旦在掌管 世上有这么多的混乱和罪恶 步伐的是越来越多 战争与革命之声不绝于耳 世界真是饶攘不安 恐惧不已 主耶稣基督仍然被人忽略 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没有希望了 甚至有时基督徒自己也说 虽然上帝想要拯救世人 却做不到 因为人不愿上帝救他们 几乎每件事情都向我们显明 撒旦对要发生的事 比上帝有更大的控制权 在世人之中 基督徒实不该有如此的想法 基督徒对事情的看法 不是凭着眼见 乃是凭着信心 他相信上帝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 圣经一直强调 目前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情 早在预言之中了 圣经说过 日子将到 那是人要违背法律和权威 因此世人轻视上帝 我们便不应感到稀奇 因为上帝是最高的权威和律法颁布者 圣经把这些事说得一清二楚 同时圣经也说是 上帝在掌管事上发生的事情 不是撒旦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造万物 并且对所造之物有完全的控制 上帝的旨意不会改变 他是万物的主宰 他从不为所发生的事而惊奇 他管理一切 并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他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批照的人 虽然上面这些话都很正确 也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人 应引以为乐的真理 我们仍需将有关上帝的正确观念 他是谁 他像什么 存机在心 然后我们便能快乐地接受每件事情 甚至是那些失望 困难 痛苦的事 因为我们知道 万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他的智慧不会有错 他的慈悲 没有穷尽 人需要听听 关于上帝的这些真理 而魔能两可随随便便的话 是无法办到这点的 所以 容我再说一次 上帝仍然活着 他知道何事发生 他完全控制一切 当我们思想事上发生的事情时 我们不能从人开始 如果从人开始 我们无法了解生命的真相 我们发现 生命中许多奇怪的事情难以理解 唯有借着圣经 上帝赐给我们悟性才能知道 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话 是上帝给我们的信息 如果我们想要明白 世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先学习圣经中 关于上帝的教导 这才是正确的起步 假如我们一起步 就思考今天世界的样子 再去把它跟上帝连起来 我们的结论将是 上帝与我们所知的世界 没有多少关系 不过 假如我们先思想上帝 再思想世界 我们便可明白 事情为何像今天这种样子 上帝是圣洁的 审判一切犯罪抗拒他的 上帝信守自己的话 刑罚罪恶 正如他在圣经中所应许的 上帝行作万事 无人能抗拒他 也无人能击败他 上帝知道每一件事情 再没有比他知道更多的 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 因此 当我们观看世上所发生的事实 我们便看见 上帝正开始审判一切的罪恶 谁在掌管 有两种观点 可回答我这个问题 不信上帝的人 从他自己人性的观点 来想每件事 他从人开始 因此无法了解 怎么会是上帝在掌管 另一方面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的意念 不像人的意念 上帝的道路 不像人的道路 不信的人总以为 说上帝掌管万事 是件于不可及的事 不过 基督徒相信上帝在掌管 因为圣经中 上帝是如此说的 基督徒以上帝开始 所以虽然世上有这么多的罪恶痛苦 今基督徒悲伤难过 但他绝不会说 假如我是上帝 我必不容许这事发生 基督徒相信 人不能完全明白上帝的道路 上帝隐藏许多事情 为要试验我们的信心 增加我们对他智慧的信靠 帮助我们接受他的旨意 基督徒信靠上帝 并且试图从上帝的观点 去看每件事情 他信靠上帝 并且承担所临到的事情 因他知道这是上帝所允许的 因着信靠上帝 即便在风暴中 他的心意十分平静 他投靠上帝 他能喜乐 因他知道 至终必得见上帝的荣耀 下一章 我们要学习更多 关于圣经说 上帝掌管万事的意义 第二章 上帝在掌管 你知道上帝的主权 是什么意思吗 第一章中我们看见 虽然世上有许多的罪恶 但圣经说 上帝完全掌管着每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所说 上帝的主权的意思 当我们说 上帝是位有主权的上帝时 意思是说 上帝对万物有完全的控制权 他是至高至大的君王 他是上帝 上帝在天上 地上 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无人能阻挡他 或对他说 你在做什么 当我们说 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时 意思是说 上帝是全能的上帝 在天上 地上能力无穷无尽 无人能抵挡他的旨意 这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上帝 现代的教导 常带给我们一种 关于神非常不同的观念 这观念使我们以为 上帝是一位软弱无助的上帝 值得可怜的上帝 而不是一位 值得敬畏的上帝 有许多现代的教训教导人说 上帝圣父 要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 上帝圣子 为拯救世上所有的人而死 而上帝圣灵 正在设法 赢得世上所有的人 然而很清楚的 有些人临死都为蒙基督拯救 全无来生探望 那他是不是就在那等死呢 假如有人为或救赎而死 而我们又相信上帝 要拯救所有的人 那么上帝圣父 岂不十分失望 上帝圣子 岂不十分沮丧 上帝圣灵 岂不彻底受挫了吗 我们不能说 上帝因人犯罪而惊奇 因为这种说法 使得上帝和会犯错的人 降为同等了 我们也不能说 面对世上的罪恶和痛苦 上帝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这种说法 就是忘记圣经说 上帝控制着人所做的恶事 事实上 假定我们否认上帝的主权 很快地在我们的思想中 上帝就没有地位了 上帝是完全有主权的 他有权 按自己所愿的掌管办事 如同教匠对泥土 有完全的权利 上帝也是这样的掌管 照着自己定下的时候和地方 运用其大能 全部圣经向我们显明 这是真的 当埃及王法劳 想阻止以色列人 到旷野敬拜上帝的时候 上帝便用大能拯救以色列人 并将埃及人打败 接着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来到耶利哥城时 上帝也用大能 叫耶利哥的城墙倒塌 上帝的大能 也使大魏圣果巨人哥利亚 又为戴以礼合了施鱼的口 不过 有时候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上帝并未将其大能显示出来 突然间 却能很清楚看见 上帝的大能 并非一直拯救其子民 西伯来书11章36 37节说道 有些信上帝的人 被吓在尖里 穿着野兽的皮 在旷野漂泊无定 忍受偌大的苦楚 上帝为什么没有用他的大能 拯救这些人 像他拯救别人一样呢 答案是 上帝使用其大能的方式 有完全的主权 他接着他所知道最好的方式 而行 上帝在赐人能力时 显出他的主权 他是马图萨拉比众人长寿 他使一些人有赚钱的能力 却没有叫每个人都富足 这都因为 上帝在赐人能力意识上 有完全的主权 他没有给每个人同样的能力 上帝显明此爱时 有完全的主权 当耶稣到耶路撒冷伯塞大池边 那里有一大堆病人 其中一人病了38年 约翰福音五章一节至九节告诉我们说 耶稣对那人说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 走吧 那人立刻就痊愈了 拿起他的褥子走开了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值得医治 但上帝的怜悯就这样的临到他 耶稣可以医治他 也可以轻易的医治这群病人 但耶稣只医治了那个人 上帝显明他的慈爱时 有完全的主权 他在他所愿的地方显明慈爱 上帝显明恩惠时也有完全的主权 恩惠就是上帝的恩典 现在不配得着注定下地狱的人身上 恩惠与公义相对 公义给我们所当得的 恩惠却是上帝的仁慈给不配得的人 因为这些人仇恨上帝反抗上帝 恩惠是上帝的恩子 无人能说的恩惠是他的权利 假如是一种权利便不算恩惠了 上帝按其至高的旨意 将恩惠赐给人 罪人靠恩典得救 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也能得救 这真令人快乐 无人能因上帝的恩典夸口 只有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 圣经中几乎每一页都提醒我们 上帝在显明他的恩典时 有完全的主权 耶稣降生时 这消息并未传给世上每一个人 而给了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 和东方来的博士 上帝当然可以告诉每一个人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是因为在显明他的恩典时 他有完全的主权 你曾否注意过 上帝向一些不配得恩典的人 显明他的恩典呢 他向牧羊人 和不是犹太人的人 显明恩典 从耶稣降生之后 上帝常常这样做 把他的恩典 向最不受注意 最不配的人显出来 不知他向你显明 他的恩典了没有 我们已经看见 圣经中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 下一章将会看到 上帝所造的东西 也显明 他是有主权的上帝 背诵经文 唯独认识上帝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但以礼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下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至九节 身在 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 上帝随己一行做万事 以福所书一章十一节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大魏王称颂耶和华说 耶和华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永远远 耶和华 尊大 能力 荣耀 强盛 成言 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 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首 上帝 那可称颂 独有全能的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第三章 上帝管理自然 第二章 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 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他随 以意运用其大能 怜悯 奔典 本章中 我们要进一步发掘 更多上帝掌管的证据 上帝所造的万物显明 他是至高的上帝 完全管理 他一切所造的 试想上帝 未创造世界之前 那时 他便已至高无上了 要不要创造 全由自己决定 如何创造 也由自己决定 他可以造一个 很小很小的世界 没有人可以看得见 他也可以造一个 很大很大的世界 无人能够想象 到底有多大 当他开始创造 他用不着别人来帮助他 现在 想想上帝所造的世界 为何还比陆地多呢 为何许多陆地 不能利用呢 为何这地适合人居住 那地却不适合 为何这国的地震多 那国却没有 答案便是 上帝的决定就是这样 他的目的本是如此 想想各种不同的动物 羊和熊 象和老鼠 有些动物比较聪明 例如狗 有些比较笨 罗驴再获负重 狮子老虎则自由奔跑 想想空中的鸟 地上的走兽 海里的鱼 为什么这些动物的区别 这样多呢 答案便是 因为上帝高兴 把他们造成这种样子 再想想植物 有些植物香气四溢 有些则一点都没有 有些树皆好吃的果子 有些皆有毒的果子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上帝在天上 地上 海中 都照自己喜悦的形式 想想天使 各不相同 有些天使 比其他天使更重要 更有能力 更接近上帝 为什么天使会有差别呢 我们所能说的就是 有主权的上帝 在天上 都按自己喜悦的而行 上帝所造的万物 都只是我们 他是至高无上的 因为他造万物 都照自己看为 最好的创造 所以假如人有所不同 我们不应惊讶 有些人聪明 有些人择否 有些人身材匀称 身体健康 有些人则疾病缠身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性情 有些善于领导与管理 有些则易于服从和服 我们对人的差异处 不应觉得惊奇 因为上帝使这人 不同于那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主权的上帝 看此为美 创造万物的上帝 是绝对至高无上的 他做自己喜悦的事 实行自己的旨意 他为自己创造万物 他有完全的权利做这事 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 但是上帝不仅用他 全能的力量创造万物 他也管理这一切 想想看 如果上帝没有管理 他所造的一切 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 假定上帝创造世界 就让他依照一些人 声称的自然律自由运行 假如上帝真的这样做 我们不能确定 世界会不会毁灭 假如单是自然律管理 这世界一阵强力的龙卷风 可能会毁灭一切 一次大风暴 可能使每个地方都满了洪水 或者一次大地震 就能摧毁世界 我们能说这些事情 不会发生吗 假如我们说 上帝没有掌管世界 我们就会失去 一切安稳的感觉了 假如不是上帝 控制一切事情 那万事都因 机遇因素而发生了 想想看 假如上帝 没有限制人做恶事 什么会发生呢 想想看 假如人可以自由地 去做他们所想要做的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世界上一切的良善消失 邪恶混乱接踵而来 这显明 需要有一位上帝管理世界 并且他确实在掌管 所以才没有出乱子 上帝甚至控制 没有生命的东西 像天气 风 和海 上帝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上帝说 因为人心里充满罪恶 要有洪水降在地上 洪水就降在地上 上帝使埃及地生出瘟疫 使光变暗 使河水变成血 并降下大冰雹 但上帝管理这一切 整本圣经都说到 上帝控制着无生命之物 一部假尼撒王的火炉 比平常烧热七倍 上帝的三位子民被丢进去 但火连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烧焦 而把他们投进去的人 却披烧死了 当门徒和主耶稣 同在一条小船上 风浪使门徒们非常害怕 耶稣却对风浪说 静了吧 止了吧 风浪就止住 还也大大平静了 上帝掌管天气 他将冰 雪 风 他使天下雨 也使天不下雨 所有无生命的东西 都照上帝的命令而行 他们都照上帝至高的意志而行 当我们抱怨天气 事实上 我们是在抱怨上帝的旨意了 上帝创造世界 他也一直管理着世界 下章 我们会看见 上帝在管理动物 人和天使上 也有完全的主权 第四章 上帝管理人类 第三章 我们看到上帝管理世上 没有生命的东西 例如地球 空气 水火 上帝也管理动物 人 以及天使 第一 上帝管理动物 圣经清楚明示此事 创世纪六章二十节说 上帝降大水在地上之前 曾使各类活物两个两个地 进到挪亚所造的方舟中 这些动物受上帝支配 出埃及记八章 写到上帝降灾央在埃及全地 有青蛙从尼罗河上来 进到王冠和王图人的家中 上帝甚至使青蛙 跳到人的床上和炉灶中 这些地方青蛙通常是不会去的 之后 插有一大群苍蝇飞到埃及地 但上帝百姓所住之地 连一只苍蝇也没有 上帝接着使埃及人的牲畜 生出灾病 但上帝子民的牲畜 一只也没有怎样 你看上帝在每时每刻 都支配这些动物 《猎王记》上十七章两节至四节 我们读到上帝吩咐先知以利亚 跑到西旁住在那里 有乌鸦来供养他 乌鸦叼着食物送到上帝仆人的手上 而不把食物吃掉 圣经中诸如此类的故事很多 都显明上帝在管理动物上帝的仆人 但以利被丢到食于坑中时 上帝合了狮子的口 上帝吩咐一条大鱼 吞了他的仆人约拿 当上帝再吩咐 鱼就把他吐到干地上 所以上帝真是管理各种动物 他吩咐怎么做 这些动物就照样行了 第二 上帝管理人 好像他管理动物一股 虽然这很难接受 不过我希望你知道这是真的 因为上帝若不是完全掌管 那么他必受到别人的支配 上帝若不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道路 人就必会有自己的一套 哪样是对的呢 有些人恨上帝 但这并不代表 上帝不能照着自己所要的方式 利用这些人 但说上帝可以阻止坏人 做的恶果是不够的 或者说有一天 上帝会照恶人所行的刑罚恶人 也是不够的 上帝非常伟大 每件小事 甚至最坏的人所做的事 都完全在他支配之下 上帝真是伟大 就是坏人实际上 也在做上帝说过要成就的事 甚至这些坏人都不了解这点 犹大就是这样 他把耶稣基督卖给恨他的人 有人会比犹大更坏吗 所以假如犹大都做出上帝旨意中的事 那一切恶人所做的 都是上帝曾经说过必要成的事 就不会很难置信了 我们不想在这个题目上多加争辩 相反的要看看圣经到底说了什么 使徒行钻十七章二十八节 我们读到我们的生命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上帝 这句话是像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说的 他们讥笑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想法 就是这些人所做的事 也在上帝的支配之下 真言十六章九节叫我们知道 人为自己多有仇算 唯有上帝的谋算才能立定 新约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中 无知才主的故事说明了这个真理 这里说 有一个人想要盖一座大仓房 收藏他一切的出产 他想好好享乐一番 但上帝所想的不是这样 上帝说 这无知的人当夜就要死掉 上帝说了就成 说人可以做出抵挡上帝旨意的事是不对的 你只需想想 这些圣经的经文就好了 约伯纪二十三章十三节说到 上帝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真言二十一章三十节说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 抵挡耶和华 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七节说 上帝旨意所定的 人无法更改 圣经清楚地教导说 每个人的作为 不论善恶 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人自以为比上帝强 可以反抗上帝 但上帝笑他们的愚望软弱 上帝真厉害 可以随时照他所想地 毁灭这些人 第三 上帝也管理着天使 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 他们听从上帝的吩咐 遵照上帝的命令形式 即使施恶的天使 也顺服上帝 撒旦自己也完全在上帝的管理之下 除非上帝许可 撒旦不能动上帝仆人约伯一根汗毛 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 耶稣吩咐撒旦离开他去 撒旦随即离开 世界末了之时 撒旦必劈丢倒 为他和他使者所预备的火狐之中 上帝在做王 他管理万物 无生命的 动物 人 天使 除了上帝命定发生的事外 没有一件会在事上发生 这位伟大的上帝 信靠他的 在他们心中必有平安 信靠这位伟大的上帝 可以有安全感 增强信心 不是命运 不是不可控制的邪恶 不是人 也不是撒旦管理这个世界 全能的上帝 按照自己的美意 为自己永远的荣耀 再管理全世界 背诵经文 原来我知道 耶和华为大 也知道我们的主 超乎万神之上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你是佩德荣耀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 万物是以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然而 我们的上帝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愿你们蒙了造天地之 耶和华的福 主啊 你起出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第五章 上帝使人得救 如果上帝是全能的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上帝 没有从罪中 拯救每一个人呢 上帝是拯救了一些人 但为什么有些人 没有被拯救呢 我们不能说 这些人太坏了 上帝无法救他 因为在提摩太前书 一章十五节 上帝的仆人保罗说 自己是个罪魁 如果上帝连罪魁都能拯救 就没有人坏到上帝 不能拯救的 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些人 不想得到拯救 上帝才无法救他们呢 在答复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想想 那些成为基督徒的人 他们的经验 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 他们不想认识上帝 走自己的道路 不走上帝的道路 是什么改变这些人 使他们变成现在的样子呢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 是基督徒的答案 我今日成了 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所有真基督徒都能够说 借着上帝的恩典 上帝管理他们 并且引导他们的心意 不过他们仍然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就是说 他们愿意接待基督做救主 只不过是上帝先叫他们 愿意这样做而已 若说人 因为不信得不到拯救 只是部分的真理 而不是全部的真理 因此 为什么人会不信呢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信心是上帝的恩赐 上帝把这恩赐 给他所拣选的人 使徒行转十三章四十八节说到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因而 为什么上帝没有拯救 所有人的理由是 父上帝在救恩的世上 有完全的主权 他照自己的喜悦 把得救的信心赏给人 圣经许多地方都指出 父上帝在拯救人 离开罪的世上 是有主权的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一部分 首先 罗马书9章21节-23节说 上帝是较将 我们是泥土 上帝所拣选的 和上帝所没有拣选的 本身都一样 假使上帝没有拯救那被拣选的 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下到地狱里去了 但上帝使人不同 就像较将做出不同的器皿 有些贵重 有些卑贱 上帝对自己所造的人 也可以按他所要的去做 但上帝是全地的审判官 必然做对的事 我们已经看见 圣经使徒行转13章48节说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这节经文清楚指明 相信是上帝拣选的结果 有些人被拣选的永生 从最终得失吧 这节经文也指出 凡上帝所拣选的 必会相信主耶稣基督 其次 罗马书11章5节说道 在世上有上帝恩典所拣选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 为何这些人被拣选得救恩 他们之所以被拣选 并非上帝看到他们会做好事 他们被拣选 只因上帝向这些丝毫不配的人 显出他的恩词罢了 第三 哥林多前书1章26节到29节说 上帝没有拣选有智慧的 和强壮的信他 反而拣选那些愚拙和软弱的 这就显明 上帝定义 拣选一些人得救赎 因他拣选了软弱和愚拙的 证明这一切不在乎人自己 完全在乎上帝的恩慈 此外没有别的原因 第四 以福所书 一章三节到五节我们读到 上帝早在创始之前 就拣选了他的百姓 他乐于拣选他们 做圣洁无瑕思的人 做上帝的儿女 这就证明 上帝的子民 早在第一个人犯罪之前 就被拣选了 也说明 上帝拣选他的百姓的目的 他拣选他们 使他们在他面前 能够成为圣洁 毫无瑕疵 他拣选他们 成为自己的儿女 第五 铁撒罗尼加后书 二章十三节 保罗感谢上帝 因他拣选铁撒罗尼加人 叫他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能以得救 这是说 上帝的子民都是被拣选的 他们批拣选以致得救 是圣灵的工作 第六 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 上帝救他的百姓 以圣照照他们 不是按他们的行为 乃是接他的旨意和恩典 向他的百姓显明出来 这在万古以先 就已定准了 末了 圣经明明地说 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 因为上帝早已拣选了他们 这些人才寻求上帝 所以你不必为此担心 恐怕上帝没有拣选你 假如你寻求他 他早已拣选你了 通常人不会寻求 从上帝来的救恩 因为在属灵上 他们向上帝的心是死的 这样你若想得到上帝赐予的救恩 这种渴慕就是上帝要你的证据 这真是圣经中 最帮助人的真理之一 不要疑惑 信心是上帝的恩赐 所以假如你信了 上帝已经把信心赐给你了 因为他要你拥有信心 这真是奇妙的想法啊 对不对呢 第六章 耶稣为谁死 第五章告诉我们 父上帝在救恩上 有完全的主权 他赐人 信心相信耶稣基督 做他们的救主 他把这信心单赐给被拣选的人 当然 他有权柄照 他所喜悦地去做这事 在这一章 我们想要指出 上帝圣子在救恩世上 也有完全的主权 有时候我们会说 基督为众人死了 为要叫他们得着 从罪中释放的救恩 但这大大错了 因为耶稣自己说 他只把永生 赐给凡上帝赐给他的人 请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两节中所说 你会赐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凡你所赐给他的人 圣经中多处经文都指出 基督只为上帝所拣选的人而死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一部分 我们已经看见在创世之先 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 圣经说 耶稣来到地上 为要成就上帝的旨意 约翰福音6章38节 我们读到耶稣说 我来了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 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耶稣论到上帝所赐给他的人时 他在约翰福音17章6节说 他已将上帝显明给上帝拣选的人看 因此很清楚地指出 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 耶稣接着上帝的旨意行 为这些人死 成全上帝的心意 另外要考虑的一点是 当耶稣死的时候 他是代替罪人的位置 为他们受苦 使他们可以不再因他们的罪受苦 假使说 耶稣代替所有人受苦而死 便不该 再有人会为他们的罪受苦了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就该让所有人白白地释放 但圣经说道 死在自己罪中的人 并且论到这种人时 耶稣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你可以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 读到这句话 因此很清楚地 耶稣并没有为所有人死 因为有些人 叫要担当上帝的咒诅 且因着自己的罪受苦 西伯来书9章24节 这里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 现在在天堂 在那里为他的百姓 陷在上帝面前 再看童书7章25节那里说 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代求 请注意 耶稣并没有为人人代求 他只为自己的百姓代求 在旧约时代 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祭 并且为这些百姓 站在上帝面前代求 相似的 耶稣为上帝拣选之人的罪 自己做了挽回祭 现在他是他们的大祭司 在天堂为他们代求 因此 这表示 假如基督只为上帝拣选的人代求 他也只为他们死而已 现在请读约翰福音6章44节 耶稣说 除非上帝吸引人 没有人能到他那里 就告诉我们 是上帝的大能 吸引罪人亲近耶稣 没有人按本性 会愿意来亲近他 我们知道 有一些人从未来到耶稣面前 为什么不来呢 有人说 耶稣从不勉强人 接待他做救主 从某个意义讲是不错 但从另一个意义看来 完全不对 基督必须有能力 叫人想要来到他面前 因为他是全能者 是真神 为什么有些人 从未来到耶稣面前的唯一理由 必是基督并没有 想要拯救所有人 他只想救那些上帝拣选的人 他用他的全能 使这些人 愿意接待他做他们的救主 马太福音1章21节 你可以读到 你要将他起名 叫耶稣 因他 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马太福音20章28节 耶稣说 他来要为多人舍命 请注意 他没说 他来要为众人舍命 最后 让我们看一些 似乎好像是说 耶稣为人人死的经文 我们仔细读 就会看出 根本不是这回事 格林多后书5章14节说 耶稣为众人死 但只要我们读15节 就知道 众人是指所有的基督徒 说一人替众人死 这句的意思是 基督为所有他的百姓而死 提摩太前书2章56节说 基督舍了 自己做万人的赎架 但圣经用万人一字 有两种意思 或是指人人 或是指各种人 这里的意义一定是说 耶稣为各种人死 富人穷人 软弱的刚强的 因为我们看见 在别处经文 清楚教训说 他为上帝 所拣选的众人而死 另一处经文 在希伯来书2章9节说 耶稣为人人 尝了死位 但下一节显明 整个经文 是说到上帝的儿子们 节经文是说 基督为上帝的 每个儿子 尝了死位 我们刚才看见的是 圣经清楚说明 主耶稣基督 为了上帝 拣选得救赎的人而死 上帝救恩的价值和能力 没有穷尽 但在上帝的主权之下 基督保证 他的救恩值 临及上帝拣选的人身上 因此 容我问你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是不是这些 被拣选者当中的一位呢 耶稣拯救了你吗 背诵经文 他发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血如羊毛 洒霜如如灰 他支下冰雹如碎渣 他发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令 这些就都消化 他始风刮起 水便流动 万军之耶和华 既然定义 谁能废弃呢 他的手已经伸出 谁能转回呢 我是上帝 再没有能比我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笼沟的水 随意流转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 才能立定 第七章 圣灵寻找上帝的百姓 我们已经看见 父上帝在拣选人的拯救 离开罪恶的世上 有完全的主权 也看见上帝圣子 在拯救这些人 脱离他们的罪恶而死的世上 也有完全的主权 本章我们将看到圣灵也有完全的主权 他寻找上帝所拣选的人 将基督死的福意带给他们 根据我们所学习的 我们期待这是真的 假如父上帝拣选某些人 上帝圣子为他们死 我们将期望圣灵 把基督死的福意带给他们 这确实是圣经的教导 约翰福音三章八节 我们读到 风随着一字吹 我们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 他从那里来 往那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 这节将风和圣灵相比 如同风随着一字吹 圣灵也随着自己的意思做工 又像我们不能说 风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我们也不能说出 圣灵会在何时何地工作 风吹的时候 地方都随自己的意思 至少我们看它是这样 从人的观点来看 风在他所做的事上完全主动 圣灵在他所做的事上 也是有主权的 风有时轻轻吹过 有时大声吹过 所以圣灵有时温和的工作 我们几乎看不见 有时大有能力的工作 则叫每个人都看见 圣灵做自己喜悦的事 本章我们会看见 使人重生的圣灵 如何在这世上 有完全的主权 第一 我们知道人 不能使自己成为心造的人 我们对我们属血迹的身体的出生 不能做什么 同样的 在属灵重生方面 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属灵重生的意思 是出死人生 如同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告诉我们 死人不能叫自己活过来 同样的 灵离死亡的人 也不能叫自己再次活过来人 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 自己无法得着属灵的心声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 赐人属灵生命的乃是圣灵 不过 很清楚的 圣灵并非把新生命赐给一切的人 为什么不是呢 平常对这问题的答案是说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信靠基督 许多人会说 圣灵只把新生命 给那些已经相信基督的人 但是这个答案把事情说反了 不是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得到属灵的生命 乃是我们得到的属灵生命 带来了信心 信心不是我们自然而有的东西 铁撒罗尼加后书三章两节说 人不都是有信心 以福所书二章一节说 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假如我们死了 我们便不会有信心 因为死人不能相信什么事 因此 第二 圣经清楚教训 圣灵自信生命的工作 是在我们信基督之前 铁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十三节说 上帝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保罗这东书信的读者 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或说分别出来 是在相信真道之前 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是什么意思呢 想象有一百个人听见福音 相信耶稣基督得着救恩 但只有一个人相信 这个人在属灵上已经重生 他有新生命 他已成为圣洁 或说他从九十九个不信的人中 被分别出来 现在铁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十三节说 上帝所拣选的人 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相信真道 事情的次序很重要 上帝先拣选 然后圣灵分别出来 最后相真道 这个次序和彼得前书 一章两节的次序相同 那里说到被上帝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之后才提到 在耶稣基督宝邪里的信心 我们相信耶稣之前 一定要先有圣灵时 我们分别为圣的工作 而且还要先有上帝的拣选 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 对完成上帝对他百姓的计划 是必要的 假如上帝只让基督为罪人死 就没有一个罪人可以得救 圣灵的工作非常要紧 在罪人看见自己 需要从罪中被拯救出来之前 圣灵必须先做他主权应有的工作 罪人必须先愿意接受基督 没有圣灵的工作 即使将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得着救恩的好消息大家宣扬 也没有人会相信 没有圣灵在人心中工作 就没有人会相信基督 理由是人的本性 在心中是仇恨上帝的 所以因着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工作 上帝拣选的人便相信了 圣灵在你心中开始工作了吗 你是不是一位基督徒呢 你想成为一位基督徒吗 听着 假如你想相信耶稣基督 那使你与那些拒绝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 不同的一些事情一定要发生 你寻求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 就是圣灵找到你的记号了 这样 这岂不是说 你是基督为他们死的上帝百姓之一吗 想想看 第八章 上帝掌管历史 以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看见上帝管理万事 包括他所拣选之人的救恩 父上帝选一些得救 上帝圣子为此拯救他们 上帝圣灵将属灵的生命赐给他们 但是到底上帝是根据一套固定的计划 支配万事呢 或者他不断改变他的心意呢 这一章我们将要看到上帝是根据一个固定不变的计划支配万事 大多数人可能都同意上帝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一切事 所以假如上帝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 那就表示他在过去早已决定什么事会发生 因为如果上帝没有决定要发生什么事 那就表示他就无法确实知道将来什么会发生 上帝的先见没有叫事情发生 事情之所以发生 是他早已决定要他们发生 圣经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八节说 上帝早已知道自创世以来所要发生的事 这表示上帝有确定的计划 他未曾改变他的心意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上帝在创造世界和其中的人时所有的计划 圣经在真言十六章四节中告诉我们 上帝为自己造了万物 并且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 万物是因上帝的旨意被造而有的 当上帝创造世界 特别是造人之时 为的是要彰显自己的荣耀 然而早在上帝造人之前 上帝就已经知道人会堕落 因此在创世之前 上帝已决定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罪人借着耶稣基督得着救恩 是上帝在创世之前的计划 上帝定义借着拯救许多罪人 显明他的恩赐 自从上帝创造世界以来 上帝支配着世人 也把他拯救罪人脱离罪恶的计划实现出来 前面有一章说 上帝支配没有生命的东西和动物 我们也看到 上帝利用无生命的东西和动物 来保护他的选民或警惩他们 因此 若是无生命之物和动物 都在上帝的计划中被上帝使用 那他是如何支配人 达成救赎他百姓脱离罪恶的计划呢 我们首先思考上帝如何在他的百姓身上是做 这些人是之所拣选 所要拯救的 第一 上帝使他的子民获得属灵的生命 就他们自己而论 这些人与一般人没有两样 他们不会比别人更想顺从上帝 但上帝改变他所拣选之人的本性 使他们真正想成为圣洁 想顺从他 这种改变真是伟大 所以叫做重生 获得属灵生命不是心意一时的改变 而是影响全人完全的改变 他的效果存到永远 并都照着上帝的计划 第二 上帝赐下能力给他所拣选的人 借此力量 他的子民有能力去做他所吩咐他们的 他们能在生命中显出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和节制来 第三 上帝引导所拣选的人 叫他们做讨他喜悦的事 第四 上帝看顾他的百姓 使他们可以一直爱他 服侍他 在以上几方面 上帝实现他要拯救多人 脱离罪恶的目的 不过 他也借着支配恶人 实现他的目的 我们一起来思想他如何控制恶人 首先 上帝有些时候拦阻恶人行恶 密书记二十三章告诉我们 有一个名叫巴兰的人 受雇来咒诅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 巴兰想要咒诅 但上帝却拦阻了他 不但没有咒诅 上帝反而使他祝福以色列人 所以 有时上帝会拦阻恶人行恶 第二 有时上帝改变恶人的心意 叫他们实行他的旨意 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 被波斯帝国俘虏 上帝却使波斯王古列 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 古列王是很坏的人 但他的心被上帝改变 做出上帝旨意的事 第三 有时上帝会从恶人所做的恶事中 生出好的结果来 最好的例子 是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虽然那些坏人很希望杀死基督 但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他拯救了上帝所有的选民 脱离罪恶 第四 上帝使坏人变得更坏 叫他们无法分辨好的核对的 上帝向埃及王法老所行的便是如此 结果法老对以色列人 越来越严厉 有时很难了解 上帝为什么做这样的事 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 在这过程之中 上帝显出他的大能大力 上帝不会有错 所以 上帝对世界和其上居民的管理 有一个确定的目的 上帝的计划 是拯救多人脱离罪恶 他赐下属灵的生命 能力 引导和保护 给他所拣选的人 同时 他也限制 减轻 诱导 和坚固恶人 所做的 万事都受上帝控制 他美妙地实现 拯救他的子民 脱离罪恶的计划 上帝的智慧和荣耀 是何等奇异啊 因着他和他所做的 难怪基督徒 要赞美他 背诵经文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主所爱的弟兄们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一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上帝借我们所传的福音 照你们到这地步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耶稣说 反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上帝救了我们 以圣照照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第九章 人的意志非真正自由 许多人说我们有自由意志 他们说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要不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做救主 他们对我们说 我们自己有能力 可以接受或拒绝基督 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罗马书三章十一节说 没有一人寻求上帝 虽然圣经说 任何人只要想来 就可以到耶稣面前 这是对的 却不意为人有能力前来 事实上圣经清楚说 没有一人有力量 来到基督面前 罗马书八章七节告诉我们 按本性 我们的心是抵挡上帝的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告诉我们 世人本来就恨上帝 请你自己读读这些经文 便可知道对错了 这样很清楚的圣经说 我们的意志并非自由 我们不能自由地去选择 要不要接待耶稣 做我们的救主 实际上 我们的意志根本没有自由 而是其他事物的奴仆 可是我们的意志是什么呢 意志是在两者中间选择的能力 有些事情影响我们的选择 叫我们的决定 偏向这边或那边 这表示我们的意志像是左右 我们选择的任何东西的奴仆 因此 我们的意志不是自由的 在我们选择这一样或那一样时 左右我们意志的事是什么呢 这与你是怎样的人有关 对某些人而言 这影响力是理性 对其他人可能是良心 是情绪 也可能是撒旦或是圣灵 对这人有最大影响力的 便是左右他意志的力量 因此或许有人说他的意志管理着他 其实圣经教导是人内心深处的本性管理着他 圣经称此种内心深处的本性为心 是我们的心 我们内心深处的本性 左右我们的意志 因而当人做选择时 他会选择使他的心快乐的事情 假如 罪人必须在良善圣洁的生活 与自私邪恶的生活之间 做一选择 他一定选择罪恶的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才会叫他快乐 他的心 他内心深处的本性 是罪恶的 记得 而罪人的意志 他选择的能力 是受他罪恶的心所支配 圣经教导说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邪恶的 本性本来就仇恨上帝 由于这样 我们的意志 有种自然的邪恶倾向 因为我们的意志 是受我们的心所控制 正因我们从未做过 抗拒我们意志的事 所以才有一种感觉 以为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 我们是罪人 可以任意行自己喜悦的事 也正因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喜悦 去行的事 都是邪恶的事 这就如一人手上 拿着一本书 他一松开手 书就得了自由 自然地掉落地上 拿书的人 并未强迫他掉到地上 书却已经掉下去了 相同的 从未有人强迫罪人犯罪 他却自然而然地犯罪 因为他的罪性 控制他的意志 他自由故意地选择犯罪 而他总是选择去犯罪 因为他的本性 就是邪恶的 罪影响人性的每一部分 并且不难证明人是邪恶的 我们无需争辩人的罪性 因为人甚至连自己 为自己所设定的标准 也无法达到 他们无法做想做的善事 从未想过 做一件讨上帝喜悦的事 就明明显示人不是自由的 他们是受罪和撒旦的侠制 所以已经进入我们的每一部位 我们不想行上帝的旨意 我们不想爱上帝 罪已经进入我们的每一部位 包括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意志并非自由的 就像我们的其他部位 我们的意志受罪恶支配 抵挡上帝 因此 若说人有能力选择爱上帝 顺服上帝 这是错误的 因为事实上人的意志 根本不想顺服上帝 摄若说上帝做了他该做的 人就应该做他 这部分该做的 以拯救自己也是不对的 死人不能做什么就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 人因着不顺服和犯罪的缘故 已经死了 只有上帝才能改变我们的罪性 叫我们爱他 顺服他 我们已经知道 上帝支配万事 父上帝拣选某些人得救脱离罪恶 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他们而死 圣灵赐给他们属灵的生命 上帝在拯救他的百姓 和支配万事上 都照固定的目的而行 人无法选择要不要得救 因为他的意志本来就是恶的 而且他也不想要善的 只有上帝才能使人 想要从罪中得到拯救 当你读完这几章 也许你会想到其他问题 你可能觉得奇怪 既然人没有力量 接待基督做救主 为什么基督徒要费事 去传扬救恩的好消息呢 假如上帝已经定规 要发生何事 基督徒干什么要费心祷告呢 或者说 既然上帝自己支配基督徒的生命 他们努力做更好的人 有什么用呢 或许你认为不公平 以为上帝只拣选一些人 得救脱离罪恶是错的 下一章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 第十章 上帝的主权与人的祷告 当人想到上帝的主权时 他们心中便产生许多疑问 我们说过人无法选择 要不要得救 必须上帝改变他们内心的本性 因此 我们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 假如是上帝使人的本性改变 为何基督徒还要费事 去传扬从罪中得救的好消息呢 我们已经知道人是罪恶的 他们无法自己选择 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 那为什么还要告诉人 应该相信呢 这问题的答案是 上帝吩咐基督徒去传扬救恩 若我们以为 罪人有能力接待耶稣基督 做他们的救主 我们不会去传扬救恩的好消息 我们传扬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上帝吩咐要我们去做的 我们知道 救恩的好消息一经传开 上帝自己会向那些听见的人说话 那些上帝拣选的人 便会有力量相信 相信上帝掌管万事 对基督徒传福音将是一大帮助 基督徒知道 上帝全能的计划要被实行 基督徒知道 当上帝所拣选的人 听见救主耶稣基督时 他们便会悔罪 第二 你可能会有的另一个问题是 假如上帝早已决定 什么事情将会发生 而且 他也控制实际发生的事 还有任何祈祷的理由吗 我们不能叫上帝改变他的心意 他早已下了所有的定论 祷告根本没有用 我们的回答是 我们需要明白 真正的祷告是什么 有些人说祷告 是上帝叫我们用人的意志 使事情发生的一种方法 但圣经清楚地教导 只有上帝自己使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祷告 使事情发生的想法不对 有些人会说 祷告是使上帝改变心意的一种方法 但就如同 我们已经看见 上帝定规何事会发生 祷告不是我们用来改变事情的一种办法 我们的祷告 不会改变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我们祷告 叫我们可以尊同他 祷告是敬拜上帝的一种方式 祷告表示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依靠上帝供给 祷告是请求上帝祝福我们的一种方法 祷告是我们了解 和上帝比起来 我是何等的渺小和软弱 祷告是上帝的子民 在他们有需要时 可以向上帝呼求 祷告不是用来改变上帝已决定的事 另一方面 上帝定规祷告 是实行他旨意的方法之一 传扬救恩的好消息 是上帝拯救罪人 脱离罪恶的计划的一部分 假如我们已经从罪中得到拯救 我们的祷告 也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 因此 基督徒祷告时 不是要改变上帝的计划 他们乃是 祷告上帝的计划 被以实现 基督徒为某些事情 可以很有细心的祷告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事情是在上帝的计划之内 我们向上帝说出我们的需要时 我们祈求上帝的眷顾 并求他接着他的计划 攻击我们的需要 所以你可以看见 基本上祷告是一种态度 对上帝全然信赖的态度 祷告不是告诉上帝做什么 而是求上帝的旨意成就 因而 这也回答了我们 关于祷告的理由的这个问题 基督徒所祷告的 是能够与上帝定规的相一致的事情 也是上帝计划中的事情 并从其中得着上帝的祝福 第三 也许正是困扰您的问题 假如上帝已定规要发生的每件事情 为何基督徒还要努力行善呢 假如上帝早就定规 基督徒会做好事 基督徒自己 何必挣扎努力行善呢 再一次 基本的答案是 基督徒行善 是因上帝吩咐他们要行善 事实上 知道上帝掌管万事 可以帮助基督徒行善 基督徒知道 上帝会赐给他们行善的能力 真基督徒也知道 他们自己无力量 做到上帝吩咐他们的事情 他们了解掌管万事的上帝 会赐给他们所需的力量 顺从他 最后你可能会想 上帝只拣选一些人得救 实在既不公平又很残忍 但请你记住这个 如果上帝没有拣选一些人得救 根本没有一人能得救 如果上帝没有拣选一人 我们都要死在最终了 上帝拯救一些人 而不拯救其他人不是不公平 因为没有人有权利得拯救 救恩完全是上帝对不配的人的仁慈 上帝向他看为 美的一些人显出他的仁慈 也许我们会想 最好是上帝救每一个人 但我们不能决定此事 我们无法看见和了解 上帝所看见和了解的一切 上帝的道路不像我们的道路 并且我们无法完全了解 我们所能说的便是 上帝在拣选拯救许多 不配的这他仁慈的人仪式上 已经显出他的慈爱了 因此 容我兼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之一呢 在你心中 有没有一种想成为上帝子民的欲望呢 背诵经文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 因他们目视你的 上帝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 是赐给我们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这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一例说 这是出于耶和华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约伯便起来 撕裂外袍 剃了头 扶在地上下拜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第十一章 上帝主权的恩义 容我提醒你 知目前我们所学到的 上帝掌管万物 他自主地管理世上的万物 上帝管理无生命之物 以及各种活物 动物 人 和天使 父上帝从历史上 每个时代 每个国家 拣选他的子民 耶稣基督 为拯救这些人 脱离罪恶 死在十字架上 圣灵赐给他们属灵的新生命 上帝拯救他的百姓 掌管万物 都依一定的计划形式 我们也明白人的意志 本来就是邪恶的 无法选择善 只有上帝使人 想从最终得拯救 因为上帝 对万物 有完全的能力 上帝至高无上 他是伟大的君主 只有他是上帝 但是你也许会奇怪 为什么我们以为 这些事实非常要紧 这些事实 对我们有什么差别呢 上帝掌管万物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 假如我们相信 上帝掌管万物 我们对上帝像什么 会有更好的概念 我们知道 上帝创造万物 并对一切所造的 有完全的支配力 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常常 遵从他 顺服他 虽然我们无法明白 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 但我们知道 无人能抵挡他的旨意 我们也知道 上帝向许多不配的人 已显出他的仁慈 所以我们一想到 上帝救恩的计划 我们便了解 上帝何等伟大 他的能力何等浩大 第二 相信上帝完全掌管万物 给了我们 亦真正生动 又活泼的宗教 除非我们认识 上帝的能力 伟大 我们不会有 真正活泼的信仰 一旦我们认清 上帝的大能 我们就必看见 在我们一生中 遵从他 顺服他的需要 一旦我们认识 上帝的伟大 我们就会想学习 上帝的旨意 我们必想照着 他的旨意祷告 为着他的荣耀 做每件事情 这些都在我们认识 他的伟大之后 第三 相信上帝掌管万物 可以教导我们 不能做什么 来救自己脱离罪恶 并不是说 上帝已经尽他 所能的做了 现在等待我们 去做我们所能做的 因为我们无法 做什么救自己 我们人的意志 原来想做的就是恶 我们根本不想 归向上帝 只有完全掌管万物的上帝 才能支配我们 使我们愿意归向他 我们不能自救的这个事实 叫我们害怕 无法得救 若是这叫我们明白 我们不能救自己 了解只有上帝 能够救我们 到那时 我们才会向他求告 求他拯救我们 那么这种惧怕 或许是一件好的事 第四 相信上帝完全掌管一切事物 显明我们何等依赖上帝 供给一切 同时 我们也明白 自己是何等软弱 愚笨 渺小的人 而认识上帝 是何等刚强 智慧 伟大呀 在世上 我们常听见人说 他们会做过多少的大事 人为他们所改变的 舍而夸口 一旦我们相信上帝 掌管万物 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看见 只有上帝 才能拯救人脱离罪恶 也看见人 不能做什么 帮助上帝 去拯救自己 结果我们 必对上帝 为拯救他所拣选的人 所做的赞美他 第五 相信上帝 完全掌管万物 会叫我们有安全感 因为我们心靠 他掌管万物 我们就没有可惧怕的了 即使当我们悲伤难过 我们知道 上帝仍然同在 仍然充满能力 智慧和仁慈 上帝的智慧 不会有错 若在智中 没有任何益处 他的爱必 不会叫我们 受任何苦楚 假如我们信靠 上帝 他掌管万物 即使难过至极 我们仍然 十分安全 第六 假如我们相信 上帝掌管万物 我们对上帝 命定临到的事 必欢然接受 我们在生活中 接受临到的事 不是以为 我们必须做 最坏的打算 假如我们信靠上帝 我们必然明白 他所命定的 是为着我们的益处 即使我们一点也不明白 他如何成为 我们的益处 第七件事是 相信上帝掌管万物 会叫我们赞美他 假如上帝拣选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借着他的人词保守 我们直到今日 我们必为着他一切所行 琐事来赞美他 第八件事 相信上帝掌管万物 叫我们相信有一天 善终必胜过恶 今天我们可能觉得 恶的势力比较强大 但假如我们相信 上帝掌管万物 我们知道 有一天撒旦必被打败 有一天便清楚显明 上帝胜过邪恶的势力 有一天 人人要清楚看见 有主权的上帝 高高在上 最后相信上帝掌管万物 会带给我们内心的平安 我们信靠上帝 不止因为他的伟大 且因为上帝 在耶稣基督里 来到地上 拯救他的子民 脱离罪恶 所有的真基督徒 都知道 掌管万物的上帝 也是掌管人心的上帝 所以他们就有 完全的平安 因为这位上帝 可以完全信靠 他的智慧不会有错 他的大能不会失败 他的人词 不会做出任何不对的事 假如这位上帝 是你的上帝 你就能十分安稳了 第十二章 现在我们当如何行 上帝掌管万物 拯救他的百姓 都按一定的计划 而行 人不会自然而然地 选择上帝 因为他们的意志 是邪恶的 只有上帝 才能使人 想被拯救脱离罪恶 只有他完全掌管万物 他是至高 至伟大的君王 假如我们相信这一切 我们该做什么呢 首先 因为上帝掌管万物 我们应该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表示 纪念上帝何等伟大 何等圣洁 大有能力 也是纪念我们 何等渺小 罪恶 软弱 遵行他的旨意 相信凡他所说的一切话 也意味着顺从上帝 因为我们一切所需 都依靠他的公义 他赐给我们一切所需 我们为报答他 也要行他在圣经中 所说的一切 并让他居守卫 第二 既然上帝掌管万物 我们就要欢然接受 一切临到我们的事 我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 可能会抱怨 我们觉得自己 配得某些特别的东西 我们可能以为 自己配得成功 幸福 但是 假如我们是真基督徒 我们就知道 上帝没有照 我们罪所应得的刑罚我们 真基督徒知道 上帝非但没有刑罚我们 还在我们根本不配得的 各方面恩待我们 并且 假如我们真相信 上帝掌管万有 我们随即明白 上帝有权照他 所希望我们的而行 因此 如果上帝使我们不喜欢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接受这些事情 困围之道是来自上帝自己 而他 只做对我们有益的事 第三 因为上帝掌管万事 我们就应当常常感谢上帝 我们会为着 我们所想要的是实现 而感谢上帝 但我们也应该 为着不顺利的事 赞美感谢上帝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感谢上帝 因为 如果我们是真基督徒 我们相信拣选我们 爱我们的上帝 他掌管一切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如果我们是真基督徒 我们应该效法 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你知道 主耶稣基督 何等敬畏上帝 顺服上帝 每时每刻都接受上帝的旨意 并感谢上帝吗 我们在新约读到 耶稣常常敬拜上帝 当撒旦试探他时 耶稣对他说 单要敬拜上帝 如同旧约所记 从整本新约圣经 我们看见 耶稣何等顺服上帝 甚至为了上帝拣选的人 走上时自驾而死 耶稣接受上帝的旨意 虽然他向上帝祈求 除去他的痛苦 但他也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再看看 耶稣如何感谢上帝 即使那些看见 他所行的一切神迹的人 都不肯悔改归向上帝 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 耶稣仍然为着上帝 已经拣选许多人 脱离罪恶相信他 而感谢上帝 耶稣敬畏上帝 顺服上帝 在每时每刻 接受上帝的旨意 并感谢上帝 假如我们是 耶稣基督真实的跟从者 我们必然如此去行 最后 既然上帝掌管万物 我们就应当敬拜他 他为着 其子民的好处 智慧的运用全能 因为上帝完全智慧 他不会有错 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 上帝的旨意不能改变 那我们可能会怕他 但我们可以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全能 不能改变的旨意 也全然良善 上帝掌管万物的目的 在彰显他自己的圣洁 仁慈和真实 不管我们在世上 看见的一切如何 上帝仍然在达成他的目的 甚至有时 利用恶人和撒旦去达成 无人能改变上帝的目的 上帝为自己的荣耀 掌管世界和其上的一切 照着自己所愿的 向我们显出 他的仁慈 圣洁和真实 父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 拣选许多人 拯救他们脱离罪恶 耶稣基督为他们而死 圣灵赐给他们属灵的新生命 为显出他的荣耀 上帝改变所拣选之人 邪恶的本性 叫他们归向他 学习来爱他 今天在全世界 上帝这个奇妙的工作 不断地进行 许多将要读到这些话的人 正是上帝拣选做自己渔民的人 他改变他们 赐给他们新的生命 叫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 假如你想要这位上帝 做你的上帝 请用祷告来到他面前 他应许烦到他面前的 必不被丢弃 因为这是上帝 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 叫他们想要来到他面前 上帝必然不丢弃他们 万物都是上帝造成的 万物都受他控制 万物都照他的计划在工作 万物都为上帝的荣耀在服役 当万物进了之时 这位至高无上的上帝 必然因着他自己的仁慈 圣洁 荣耀 得到敬拜和赞美 直到永远 现在让我们起敬拜 赞美至高 大有全能的上帝 请不吝点赞美至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市